她叫什麼 郭彥均 郭彥均 關於這個燕子 和她的情 和她手上帶著東西 她的信息 告訴我們很大 很強的那個信號 什麼 我認為她呢 受她媽媽的影響大一點 對 真的嗎 我好像我媽喔 是個性嗎 個性 我們現在要歡迎她出來了 眼睛 眼睛 牙齒都跟我媽好像 真的 你們不是在順著老師的話說嗎 沒有... 然後我爸 我弟是像我爸 你跟你弟不是長很像 所以我爸跟媽是長很像 每家四個都長很像 沒有 我爸爸是... 我爸爸是鼻子比較大一點 每天每天回家都認不出來 到家裡是誰在... 人家四個都長一樣 你為什麼認為她跟她媽媽比較... 那麼她的鹽子合得三撇 合得這個 所以你在生命...人的生命當中 有三個年紀大的女兒 在你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天啊 你年紀大的 有耶 你是沒有... 她以前就是... 我奶奶啊 我奶奶對我們很好 我們不是想到這件事啊 想到跟我同一個人 對啊 我想到跟你長同一個人 對啊 我想到跟你長同一個人 可是我把她歸類為 年紀大的女生好嗎 對 我啦 你們都講什麼話 可是她是一個長輩的女性啊 她是演藝圈的姐姐啊 大姐大 看我家好... 沒有 可是講真的 不管是不是感情 她在你人生中 算是很重要的一個貴人吧 算是啊 因為她教我很多很多東西 她教你什麼 比如說我們上節目 他們都會看啦 我們上節目他們都會看 然後我們組織節目 他也會看 然後我們組織節目 他也都會看 你應該就經常 我們講的就還原的概念 經常去看看她 有 她們常常在一起 常常去山區看她 沒有啊 奶奶 媽媽跟那個姐姐 沒有 好 我們看過演員就這樣 好 歡迎來我家 首先看到的是這個大門 我跟你講這大門厲害啦 這個大門是防爆的大門 然後呢 這個大門上面 有磁鐵的功用 它可以放很多... 我生活上會用到的東西 對 其實我們都會用到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鞋櫃 因為我很喜歡DIY的東西 所以呢 我會把我生活 點點滴滴的 都記錄在我的生活的每一個周照 包括這個鞋櫃 這上面全部都是我工作的照片 那整個客廳裡面 我最喜歡的地方 就是現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呢 窗戶打開裡面呢 外面全部都是綠地 會讓我感覺心情非常的好 滿這房子最喜歡 就是這個...這個view 我們家的飯廳這個位置 這是我每天出門的時候 都會在這邊打混很久的地方 就是拿保護品啊 到廁所去化妝啊 或者是去保養啊 保濕啊什麼之類的 好 我的房間其實沒有說很華麗 然後我的房間算是比較 簡單一點點 然後就是很大 這就是我們家 你介紹自己房子的時候 還滿綜藝化的什麼哇什麼厲害的 不是 因為我很... 你知道嗎 就是我跟我弟弟 兩個人同一個房間 二十多年來 我二十多年來 我從國中開始就開始在存錢 想要有自己的空間 當我搬出來的時候 你知道我那個喜悅 是多麼多麼的大嗎 就是我有自己的衣櫃 你們可能沒有辦法想像 我有自己的書桌 對 我不用在那邊上網的時候 我自己在看我在上什麼 色情網站 不是 這句話不是要接的 是嗎 所以 所以他就是在換一個 色情網站跟長輩女生 所以我是非常... 非常...喜歡我的家的 了解 那你這個就是我們的電視 後面這個大理事面 太大了 太冷了 為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男性 我們在房間裡的陽光之氣 怎麼取來 你看這裡不會有的 另外一個 你的臥室 為什麼我說你還有 你臥室裡面沒有床頭 沒有床頭啊 我沒有用床頭櫃 因為我覺得你佔空間 不是床頭櫃 床頭 床上有個頭是不是 床上有個頭 床的靠... 因為你做床墊 床靠牆那邊是沒有頭的 沒有...就靠...直接是牆 對 床墊就靠著牆壁 這樣不好 要有個床頭 所以說你要把這個床頭要... 要做好 所以... 結果咧 不能當個孩子 像個什麼 你說這樣太像小孩了是嗎 像小孩 可是大家搞不好就是 享受這種小孩 被長輩呵護的感覺啊 沒有啦 太想 他真的是個性啊 他回去拿蠟筆畫一個床頭 可是郭文君你... 你除了隔壁那個房子呢 是租的還是... 租給別人嗎 還是... 沒有啊 我現在給我媽媽住 對 所以你不會... 你不會兩邊跑 很少 因為我其實回家的時間 其實很短 那都是我媽去幫我打掃啊 去煮飯這樣子 對 那萬一媽媽來的時候 撞見有別人在 不是... 我...我媽媽沒有我的鑰匙 沒有鑰匙耶 我媽沒有鑰匙耶 反正都是長輩也聊得來啊 對 我媽沒有我的鑰匙 年長的女性 撞見另外一位年長 就博姐會就對了 好 今天五位來賓的房子當中呢 斷最多手腳好像是智賢耶 是 你是不是在房子裡 做了很多求財的那個措施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很需要求財這種動作 所以會有很多皮修啦 筋動啦 還有什麼 也是聽從老師的建議是不是 老師建議大概七成 但是我會把它做到九成 就是大概兩成 都是我自己加上去 這房子是買的 在... 在這個南京東路五段 OK 對 靠近基隆路 看一下你的房子喔 好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來到林志賢的家裡面 首先看到大門口的門環呢 是一個獅頭 一見到房間呢 可以看到這個格局相當的方正 光線非常的充足 冬暖夏涼 這是比較吸引我的地方 進門針招財的這個作用 就是竹子 然後流水 人家說水就是財 正對面呢看到一個是金洞 旁邊有一個像柴神 在泰國的時候買的 好 接下來看到的是我的皮修 心裡說皮修也是能夠搖材的 然後呢 左手邊一過去呢 可以通往每一間房間 廚房這個位置呢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需要風水師幫忙 但是這個冰箱呢 是風水師看的 如果房這邊呢 一看到就是一個是屏風 進到房門之後呢不能夠建床 所以要放著這個屏風把它擋起來 有空來我家坐坐啊 冰箱是風水老師幫你看的 因為它這邊是這個流理台 然後冰箱我原本是放在這個 正對面 然後風水師說 因為冰箱屬於是水 然後流理台屬於火 兩個放在對面的話會水火不容 會對沖 然後整個家會不和諧 會藏有口角 所以把它變在... 我還以為風水老師幫她決定 下面這些磁鐵要怎麼樣 一定要小金燈的 沒有 小金燈 沒有小金燈 你看看看看